好这个原住民族保留地禁法补偿申请作业 即日起开始受理 受理乡公所每天都会受理农民们前来登记的作业 而申请的截止日是到4月30号为止 也请农民要把握时间 一年一度的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补助申请作业 截至起开始办理了 为了让这项政策能够顺利办理 区民乡公所从3月1号到3月14号 将会派人前往各村进行受理作业 区民乡公所农员经理科课员吴京华表示 如果农民错过各受理的时间 农民也可以请向区民乡公所前来办理 准备下乡到各村办公处去受理申请作业 从崇光铜门文朗的民众 就是因为地形偏远 那我们为了就是服务民众不要周车劳动 我们在2月10号开始 每周的礼拜四都会在文朗村办公处受理民众的禁法补偿作业 禁法补助执行第7年的主要是以三个三立乡 熊云乡 万龙乡和左溪乡的乡亲 在上上由云属云保留地来申请的 适用范围纳入都市计划区 国家公园 水源特定区等受限制使用的云属云保留地 全国一股将增加到5000人受惠 由于过去被划定为林务用地的保留地 被限制开发 不少主要人觉得损失 再加上政府管理的幼婴不大 以至于还是有不少人可以肯利用 触法的状况也是有蜀文 幼婴政府提高建法补助以扩大范围办理来幼婴农民们 主要人们配合照领的意愿也相当的提高 就相当我们一个表示 流云人来为国土的水源涵养 二氧化碳吸醇 方式土石流流逝产生的经济效应约3220亿元 也就是说政府付出相对的成本 创造数倍的经济效应 云属云保留地进化补助计划出了守护国土 也提供在地部落主要人们的救援机会 是经济部落传统智慧 以及生态保育永续的重要职工作 记得中文字幕志愿者